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规名称不叫高考 而是叫进士科举 随唐时期 考试的科目分长科和志科两类 每年分期举行的称长科 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志科 此后的科举制度逐步丰富 渐渐完善 一直到了明朝 才真正形成了完备的制度 此时科举共分四级 院士及同生士 乡试 会试和电视 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精益 以四书文句为题 规定文章格式为八古文 解释必须以诸锡四书提出为准 考试制度的完善 为何经历了这么漫长的时间阶段 因为这也是一项大规模的国家行动 所以牵扯到有关的各个方面 考生和主考官就像现代的警察与小偷 一直进行着智力的较量 考生为了取得公民 各种投机取巧的手段层出不穷 主考官则为了保证考试结果 不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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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